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主日真的我们看见弟兄姊妹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的心都欢喜 我们的灵也快乐 我们的肉身也安然的居住 因为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 特别我今天早上来做个见证 这个见证就是让我能够看见 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的上帝 因为我们的神真的是看顾世界上每一个人 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那我们很奇妙的就在六月三号的时候 正是那个五旬节的那个日子 那我们去到一个地方叫台东 这个台东呢就是很多的原住民住的地方 他们的教会很多 但是呢 元数却不多 大概十几二十个人 最多是三十多个人 因为他们原住民里面呢 他们比较 年轻人都到台北去 所以他们留下来了 都很多的老人家 或者一些的比较软弱的 所以有些弟兄姊妹都非常爱他 都去到那边 愿意帮助他们 所以我们这次去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会去到那边 我们有一个童工 他也是牧师 但是他是女牧师 他跟我们在教会的时候 他读神学院 所以他毕业之后 那他就按理他做牧师 那后来他因为嫁给我们一个弟兄 那个弟兄这个调查员 是蛮高级的 那都调到去台东 所以当时的时候 他虽然是嫁给那个调查员 那个官员 他不用可以做事情 根本不需要做事情 但是因为他爱主的心 圣灵在他心里面的一把火 搬到台东去的时候 他们没有洗过 所以他去到那边的时候 他问牧师 我去到台东 能不能够给我一个服事的地方呢 这样 于是我们祝牧师就介绍他到一些 原住民以前是 四十年前的时候 在我们教会里面读圣经学院的那一些原住民 他们后来毕业之后呢 他们都到自己就开始在教会里面 尤其在金星回来 一些是神照会了这样 但是我们的王翠玉姊妹 他在那边的时候服侍两夫妻 他的先生也是领师哥很棒的 那还有两个小孩子 后来有点事情的时候 他们就离开了 他就说原住民那么多 有需要 他又是怎么样啊 他不再去那些大教会 他去那些小教会 那小教会只有几个人 但是我们的姊妹 他就去跟他全家人 他的先生还有另外一个姊妹 跟他一起去 去到一个部落 可能你们没有听过了 叫色马甘部落 我们也没有听过 我们只是说阿里阿 就是阿美族啦 排湾族啦 什么族什么族 但是这个族 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 后来他就说 五春节就是这样 圣灵充满的真理 他说有谁能够给 我的老师朱牧师讲得更清楚呢 因为当现在的台动的教会里面 他们也是对圣灵充满 一知半解 而且里面的很少 有间的有力量的一个教会 他说一时就请牧师就过去 那一时我们就过去了 过去的时候我们就 那个 真的我们那个女牧师很厉害 她这么招聚 她是在台服教会 台服教会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信仰的教会 她就将四个台服的教会联合起来 联合起来只有多少人呢 也不够一百人 一百多人 但是那个时候 没有一个地方那么大的联会 她就去了一个 找到一个 赤马干的一个部落里面的 那个 那个场地 就是一块地 里面的很多的垃圾 那于是当她要在这边 这个第四个 九十岁的一个老玩家 已经到美国去了 她是要准备起教会的 可是没有人去盖这个教会 所以当时她就在那边的时候 她就将那些垃圾 找那些惨的东西 将它弄的 将那些垃圾拿走 就在那边搭一个帐篷 我们就在帐篷里面来的去聚会 那当时我们去到的时候 我们就说 就是这样啊 一个棚 然后呢 没有 什么墙壁都没有 那那个椅子 没有大家那么舒服 就是一个个椅子在那边 那我们就开始祷告 我说上帝啊 我们来到这里 有四个台福教会 我们怎么样将福音 还有将这个灵干来的 带给他们呢 那于是我们就祷告完了之后呢 牧师就说了 祝牧师就说 能不能够 有四个教会 我请他们去做午饭 四个牧师 四个师母都来了 所以我们十二个人一坐 然后呢 吃完饭 是吃最好的海鲜餐 然后呢 牧师说 一人送一个 那个DVD给那个牧师 请各位 听到喔 先君子后 不是小人啦 先 有没有 先礼后兵啦 然后说牧师 今天晚上我们的聚会 能不能够 你们都要出席 因为去到那边的时候 不是白天聚会 是晚上聚会 那就在礼拜六晚上 礼拜天联合的主日的聚会 还有礼拜天 三堂的聚会 你知不知道 当我们去到的时候 刚好是梅雨的之前 到下午的时候 开始下雨 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就下了 我们说主啊 今天晚上有谁来啊 因为教会 不是在大陆的旁边 教会不是有公车的 那个是在那个巷子里面 一个空地 隔壁有人住 隔壁有人住 一个小的路的这样 我们说主啊 求你来帮助我们 我们现在来这里 就会是要 荣耀你的圣明 今天我们来 要告诉原住民的弟兄姊妹 圣灵的能力的大人 要在他们的中间 真的到七点钟的时候 雨一直很大 非常的大 我们就一起在 我们那个王崔牧师 就带领他的弟兄姊妹 还有一些人呢 他的椅子摆好了 还有那个很磕烂的 一个琴 还有一个答答答答 那个鼓啊这样 那于是呢 神真的奇妙 他就那些牧师 因为我们送礼给他 我们请他吃饭 晚上他们就来 他们一步车一步车 再带兄姊妹来 当天晚上四个教会 来了八十多个人 那开始就牧师就开始讲 讲 当时有些牧师在下面在听 好像很不在意是怎么样 但是到过来听的时候 都是讲圣经里面 母群节的手 耶稣基督圣灵的工作 那于是他听了之后 还有了会后的手 牧师为每一个 那些原住民的弟兄姊妹来祷告 那有些坐轮椅来的 他们拿个雨伞啊 没有好像那个地 地都是大大的 都是烂泥巴来的 但是我们却见到 我们说我们的心浮热 好像不受这个下雨 或者那个雨水来说 使我们的心 对神失去了信心 怎么知道第一天晚上 祷告完了之后 到第二个礼拜天早上 他们来一百二十多的弟兄姊妹 因为联合的主任 那祷告了 当天晚上的时候 就开始怎么样 就弟兄姊妹出来做见证 因为我们去到的时候 白天我们一家家 还要为那些弟兄姊妹来祷告 那当时的时候呢 神真的很奇妙 那些弟兄姊妹 他们都很渴慕 很渴慕 要得到耶稣基督 还有得到神的医治 那其中有个特别的 就是我们也看见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在人却是不能的 有一个高中的学生 就是他有个同学 他是打那个四十方针 邀请他来 这个年轻人呢 竟然三长的聚会都来 那就在地 最后一天晚上的时候 他就出来见证 他还没受洗哦 他就是听了两天的聚会 还有他的同学带他来到教会 他于是 原来他的 什么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 他自己也不知道了 原来神的恩典 神迹就在他的身上 好吧 我们请放出来 这个年轻人 是怎么样能够得到医治的 当时我们那个上面 都是那个塑胶的那个袋子 那旁边那个就是王翠玉姊妹 她就是一个女牧师来的 她就当时的时候 她就说主席啊这样很强的 然后她就问她了 她说年轻人 耶稣在你的身上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她就来做见证 请我们一起来观看 我本来那个 左脚的韧带这边有 断掉 断掉 然后左脚的韧带本来断掉 所以断掉的情况是本来会有个什么 本来会有个 是缺口还是它是直的都没有问题 缺口 它就是有个缺口在那里很明显吗 还蛮明显的 所以容易断 好那你这样韧带乱掉有个缺口在那里 你不能做什么事情 呃 我不能 就是 有什么感觉 就是你韧带断掉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两只脚完全跌起来吗 不行啊 就是垫脚尖也没办法 两只跌起来 没有办法垫脚尖 可以跳很高吗 不行啊 不行跳很高 后来昨天 或是问你打发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呃 呃 呃 我觉得啊 就是它感觉变得像 三年前没有断掉的时候一样 三年前没有断掉的时候一样 有 有 那你自己才用手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原来觉得缺口怎么样 铁板的 原来缺口铁板的 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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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可以两只脚 interests 跟两只脚跟起来吗 可以两只脚跟起来吗 可以 对 好 可以 可以吧 可以 本来不能跳的 现在还要跳给大家看 任在阅调再生息的奇迹造的当中 我们在这里看起来 一 二 三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族 我们再一次看一下一个大的神迹 艺人 刚刚因为他的生意很小 因为在那边就是个晚上的时候 而且下很大的雨 原来这个学生三年前的时候 他的下面那个脚跟是断掉的 所以他就不能够垫起来 也不能够跳路 但是当那个时候他参加聚会的时候 牧师为了祷告 祷告完了的时候 有个热的力量进到他的脚下面 他觉得那个空洞的好像填满了 他就开始怎么样 可以垫那个脚起来 还可以跳起来 所以他就做见证 亲爱的女子妹 我们知道神知道这个孩子的心 神要将这个聚会领导他 还有他家里的人 我们相信神做每一件的事情 不是偶然的 因为神是检查人心的主 所以在那边的时候 不单单这个年轻人得到医治 因为这个特别是叫超自然的力量 还有其他地方是做见证 我告诉各位 今天我们去传福音 宣教不要到一个舒服的地方 要到那些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 而且在最磕烂的地方 而且是在下雨没有希望的时候 看见人可能不会来的地方 圣灵就在这边做工了 所以那四个台府的教会的牧师 他们坐在那边滴滴答答滴答 他发觉 哇 原来神的大能是这样的 我们希望台东的所有的教会 都大大的被复兴起来 这样荣耀归给主 有一个很重要的 忘记讲了 就是它的问题是什么呢 那个脚筋断了 脚筋断在医学上 如果这里中文有医生都知道 是不可能自己会连接起来的 一定是要抽身体上的一个筋 把它切了 把它缝起来 就是接起来 或者用人工的这个筋 把它接起来 可是神做了一个神迹 让那个筋自己长起来 可是不是我行的 是耶稣行的 圣经有没有记载呢 有 以西结书37章 有没有读过 有很多的海骨有没有 那个海骨呢 自己连接起来了 后来呢就加上肉 可是不能动啊 于是加上筋 有没有听到 有个筋连起来 后来还是不能动 于是呢吹一口气 它就成了极大的军队 我们在这拍张帮荣耀 过一个耶稣基督 而且那个孩子呢 准备要信主 要受洗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的 乃是说耶稣基督 不但是救我们的这个灵魂 他还要关心到我们的肉体 还有关心到你的家庭 关心到你的儿女 感谢主 原来耶稣基督呢 给我们有两种祷告 来两种祷告 一种叫什么祷告呢 叫做悟性祷告 来请说 悟性的祷告 什么叫悟性祷告呢 就是耶稣马太福音 第七章所说的 你们祈求就得着 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给我们开门 当这个男生 我很记得他 他坐在那边 高高大大的 那么我就跑过去问他 你要什么祷告 像这一晚上 我为哪一位人祷告呢 我一定问他 为什么要什么 原来我问人 为什么要什么的时候呢 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 你要我祷告 究竟你向神求什么啊 所罗门他写了一千个生出的时候 然后上帝晚上在梦中向所罗门显现 你要什么 所罗门马上回答出来说 我要上帝的智慧 因为这些民是上帝的民 我何德何能怎么拿来管上帝的百姓呢 我只不过是一个大位的孩子 我只能够管一般的百姓 不能够管上帝的百姓 除了上帝 你把你的智慧给我 好让我能够管你的百姓 哇 这令上帝好高兴啊 上帝说 你没有求长寿 你没有求让你的这一些的敌人呢 服从在你底下 你竟然求我的智慧 好让来管你我的名 他说好 把你要的智慧给你 不但智慧给你 连你所没有求的都给你 给你长寿 给你富贵 给你敌人呢 都被你打败 能不能说Amen 所以我问你 你要什么 很多人说 牧师我不知道啊 随便嘛 哇 惨啊 惨啊 这个表示说 你根本没有一个期待 对神 向神要的心 圣经说 祈求就得着 寻找寻见 扣门给你开门 所以今天你要什么 你必须要自己清楚知道 你要什么 感谢主 所以我就问那个年轻弟兄 你要什么 他说 我的脚筋断了 我很痛苦 三年人家打篮球 我不能打 人家走路很方便 我常会跌倒 我不能够踮起来 我说好 我为你祷告 让神迹在你身上发生 让你的脚筋能够长起来 他问我一句话 可以吗 我说我不可以 先让他失望一下 他说不可以 我说在神 凡事都冷 他说神是谁呀 我说是耶稣 你慢慢听我讲 他很虔诚的 早第一天的礼拜五晚上来 礼拜六晚上来 礼拜天来 我记得是礼拜天为他祷告的 他当时信心开始有了 到了礼拜天晚上 他做一件事 我都不知道 他当场好了 我不知道 是他跟崔义牧师讲的 来讲出来 所以今天第一种祷告 叫什么祷告 悟性祷告 请说悟性祷告 什么叫悟性呢 就是understanding we pray without understanding 好了 我来问各位 悟性祷告谁做决定 谁来决定祷告的内容 你们 哇 我问他你要什么 他说我要绞尽得医治 那我说你读书呢 他说没关系 绞尽好了 我读书就会好 所以他要把那个key point找出来 所以连祷告呢 但是问题来了 所谓的悟性祷告 就是你是在这个理性的范围里面 哎呀 圣经在约翰一书第五章说呢 你如果照着我的旨意求什么呢 我就赐给你们 来请跟我说 如果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求什么 他就给我们 所以你必须要读圣经 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 昨天晚上我讲到 当信主耶稣 我们和我们的家都必得救 所以今天呢 如果你家人还没有得救了 你每天为他祷告 像那个寡妇啊 他这个呢 像那个不义的官呢 天天来交门 哎呀 神愿啊 神愿啊 有人欺负我啊 哎呀 那个官是一个不义的官 可是因为那个女人 太啰嗦了 每天来啊 所以他就为她神愿 所以耶稣跟我们说 祷告不要灰心 请说 祷告不要灰心 要不断的knocking 不断的seek 不断的ask ask and you will be given seek and you will find 所以你们寻找 就给你寻见 Amen 好了 然而圣经还给我们第二种的祷告 还记得吗 叫做什么祷告呢 请读那个大字叫做方言的祷告 请说方言的祷告 昨天在早上 我已经讲了两个小时啊 有关于方言的祷告 所以我们回去可以听昨天的带子 那么今天我要进入什么呢 三种方言 第一种叫做方言的祷告 第二种是方言的恩赐 恩赐是要一个说一个翻 使人的帮助 第三种是对不信的人做证据的方言 第一种我们请说 叫做什么的方言 祷告的方言 请说 好了 那么今天呢 我要集中在讲 昨天是没有讲到的 今天来讲最后的一堂 就是讲到这个方言的祷告 要怎么样来方言的祷告 我们先跳到那页去 第三大点的 方言的如何说方言 首先呢 我要来告诉各位呢 这个方言的祷告的重要性 因为神是灵 所以拜祂的必须用什么来拜 心灵和诚实来拜祂 因为我们用悟性 永远都是活在我们的理性的里面 我们要进入什么呢 灵里面 神是灵 所以拜祂必须用什么来拜 用灵 用诚实来拜 好了 现在我讲 先请你拿出你四只手指来好不好 来 第一个 这个怎么样方言祷告呢 必须又有一个方向 请说方向 第一个 我们先学会 敬拜的方言 请说敬拜的方言 再说一遍 什么方言 敬拜的方言 再来 敬拜的方言 好了 当神得到满足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什么呢 征战 请说征战 先敬拜 设立他的宝座 上帝来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呢 跟他一起同心 耶德华与神一起来征战 来祷告 请说征战祷告 什么叫做征战祷告 就是把所有一些我们的敌人 把他赶出去 把所有我们的软弱 把他赶出去 让我们活在神的里面 第三个呢 叫做造就的祷告 请说造就的祷告 英文叫做edify 我们不是单单 这个敬拜的方言 还有这一个呢 这一个呢 让我们能够呢 征战的方言 第三个是 我们能够造就的方言 请说造就的方言 什么叫做造就呢 就是让你塑造到 来迁就耶稣 最后一个 叫做什么方言呢 就很重要 是圣灵的带导 请说圣灵的带导 我去 来我们先温习这四个 可以吗 第一个是什么 敬拜 请你把那只手举起来 可以吗 请说敬拜的方言 第二个是什么呢 征战 征战是打仗 来把手往前 来 不要打到前面了 OK 来这个叫征战 来 征战 好了 第三个是什么呢 造就 造就呢 我就说 当你有一个什么呢 药 很大颗 你吞不下去 所以拿一个药中 然后呢 把那个大 那么大的药碗放进去 然后拿一个厨 那个厨啊 看 然后给它磨 这个叫什么呢 把它磨碎 就是造就 听得懂意思吗 所以我就问一个动作 来 预备 来 对 对 还要加上声音 对 这个叫什么的方言 造就的方言 最后是什么 圣灵的带导 把两只手合起来 带导的方言 来 带导 所以第一个先 敬拜的方言 第二是 征战 第三个 造就的方言 最后 到圣灵的带导 Amen 好了 我现在一个一个来解释了 我们现在看下面 OK 请说敬拜性的方言 这里说 我们要用柔和的 轻生的 请跟我说 有感情的 深入的 用灵来敬拜神 等候神 给我们来说话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一个关键 因为 不管我们怎么样的 拍掌赞美 不管我们跳舞赞美 用各样的 很嗨的诗歌来赞美 用各样的乐器来赞美 还不能够完全满足神的心 大概只满足了一半 因为神是灵 请跟我说 神是灵 所以拜他的 一定要用什么来拜 灵 所以圣灵 为什么给我们说方言呢 唱灵歌呢 因为好让我们用什么来敬拜 答对了 我再问一遍 为什么要给我们一些 我们听不懂的方言 来讲方言 来唱灵歌 最高的目的 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好让我们用什么来敬拜 灵 因为神是灵 所以他自己啊 圣灵 给我们一种的方式 用这种方式来敬拜神 这种方式就是用方言来敬拜神 请说用方言来敬拜神 你会问一个问题 我都听不懂啊 我怎么知道我在说什么啊 我们红圣经 昨天我们早上已经看过了 原来方言的内容是 讲说神的大作为 一起说方言的内容是 讲说神的大作为 请问什么叫讲说神的大作为 就是对神的赞美 对神的敬拜 还有当我们读到十路行传十章四十六节 就因听见他们说方言 什么神伟大 称赞神伟大 有没有读过 英文说 Magnify the Lord And Exalting the Lord 就把上帝什么呢 高举起来 所以每一句的方言呢 那个内容是圣灵给我们的 我们听不懂 但是是圣灵给我们的 好让我们高举神 请说高举神 可是悟性祷告 有没有每一句都高举神啊 没有 都是以谁为中心啊 自我 对吗 昨天我说过了 叫五指登科 我们的祷告几乎离不开这五指的 主啊 主啊 哦 我的儿子啊 我的孩子啊 我的车子啊 我的房子啊 哦 我的金子啊 还是先为完孩子 再为 这个金子 就是为生意啊 为这个 这个你们的收入啊 当然最后 现在已经 连狗子都祷告了 哦 我就问那个临传道 你的狗有没有生病 但还好 七年都没有生病 有一次我去到澳洲 是真实事 我去到澳洲呢 通常他们两夫妻来接我飞机呢 怎么知道有一天 她的丈夫来 我说你太太呢 她说我太太在家陪狗 我说你的狗什么事啊 她说我的狗 因为我们三年回去陪孩子 回到台湾陪孩子 所以我的狗三年没有见我们 所以得到严重的忧郁症 我们带她去跟狗科医生 医生说她大概只有三个月的命 因为她太伤心 所以我太太觉得对不起那只狗 所以每天晚上陪着她 每天陪着她 可是那个狗都不理她 那个狗恨她 因为她抛弃她 我说 我说 接我十小时 我说她来不来聚会啊 她说牧师请原谅她 她已经爱狗入城市了 我说她不是忧郁症 她是神经病啊 我去到家去骂她 终于把她骂醒了 过两天狗就死了 她还想叫我去为她坐在追尸礼拜 我说神经病 狗是要 神经病说 狗是不能上天堂了 狗是不能够得了永生了 因为狗只有魂 所以你看到没有 我们在许的时候呢 五子 这个五子呢 他天天为狗祷告 主啊 求让一只狗啊 活长的面一顶啊 当然 我也为了很多生出祷告 有一次 我们在这个 因为神经说呢 他听我们的祷告 人民生出 他都救护 有没有 这是新约 这个诗篇的 有一次 我们有一个叫谢妈妈 我知道 他一样条狗啊 可是那个狗很 很调皮啊 一冲出来 就是马路了 哇 他就冲过去 就被车子撞到 撞了以后 回来就 我说 然后他呢 然后呢 他那个 就住在我们对面 马上就跑过来 牧师 能够为我的狗祷告 我说人就祷告 很多狗没思过 后来我就去到他的家 看到那个狗 手按狗头 狗头救命的医生 我第一次为狗祷告 那个狗祷告完以后 他多人已经看到我 就起来走来走去 完全健康 一直活得很大 后来我说主啊 怎么能听我祷告狗都医治呢 后来翻圣经 哇原来人民生出 他都医治 为什么敢为狗祷告呢 因为有一次 有一个叫全福会 Full Gospel Assembly 他们有一群的商人 叫做Full Gospel Businessmen 他们来台湾 我帮他们翻译 就那个是 这个Full Gospel的主席来的 他们来了以后 他就做见证 他就说 他是养羊的 养牛的 怎么知道那是有牛温 有羊温 所以呢 就他接到一个电话 就是从那个农序局 打来的 他说现在 再过一个农场呢 那个牛温就到你那边了 我们如果那个牛温 到了那个牛场的时候呢 你要把所有的牛只 在一天之内 全部把它普杀 这样子才能够让那个 牛温 阳温 停止 那个是没得医的 一定要停的 所以他就开始 读圣经 他说 上帝啊 你听我的祷告 人民生出 你都救护 所以就开始的 为这些羊啊牛啊 行军祷告 围绕祷告 感谢主 那个牛温就刚刚来到那边 就停住了 所以后来 所有牛的死了 羊死了 他的牛羊啊 都活了 而且呢 他长了好多倍 成为大富户 哈利路亚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悟性祷告 通常都是 为这些自我中心的需要来祷告 可是 请注意 方言的内容 是什么呢 是圣灵给我们的 他们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请大声跟我说 每一句的方言 都是圣灵给我们的内容 是称赞神为大 是高举神 是满足神 能不能说阿们 所以刚才 于牧师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希望神的同在 神的荣耀 留在这个教会 Yes You can do it You can make it 如果你更多用方言祷告 让上帝喜悦这个地方 能不能说阿们 所以每一次 有很多灵的祭坛 很多灵的祷告 因为我坦白说一句 很伤心的话 我服侍主五十一年 我是一个宣教士 我从香港去到台湾 所以我第一年去到台湾 我就有一个概念 我就有一个信念 神赐福给我 让我去祝福别人 我已经在台湾的 宗教会里面去服侍 到了我三十岁的时候 我就开始到 世界各地去服侍 都是帮人圣灵充满 很多传统的教会 都转过来 被圣灵充满 但我发现一件 非常悲哀的事情 请各位听清楚 我帮他们祷告 得到方言祷告以后 到我下一次再去的时候 他们就说 牧师啊 能不能再帮我们一次 我说上一次不是都帮过了 他说 我们只有你来的时候 只有方言 你走了方言也走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开始 我们知道很重要 可是我们都没机会 后来我就明白 我告诉他说 聚会前 反正都是等人来嘛 十五分钟前 能不能够鼓励那些的 你可以在大堂 可以找一个地方 让那些愿意找到的 在那边 筑起一个祷告的祭坛 他愿意 感谢主 还有第二种 令我很伤心的 没事我告诉他说 来我们来问西一下 方言祷告有四种内容 对不对 第一个什么内容 敬拜 举起手来啊 敬拜 摇摇啊 敬拜 第二种是 第三种是 加上福生意呢 对啊 对啊 第四个是 圣灵的带导 原来给我们起码 起码还有第五 第六 第七 起码有四种的内容 对不对 虽然我们不知道 每一个的方言的 喊 那个字意 可是我们却知道 那个含影 圣经说 这个离西米记 Holy Spirit is a gentle Holy Spirit 是良善的圣灵 请说 我就查原文 What's the meaning of gentle Holy Spirit 在原文的意思是说 祂会for us 圣灵是为我们的 是保慧师来的 如果我现在告诉圣灵 圣灵啊 现在我用灵来敬拜 所以圣灵给我的 方言的内容 都是什么的内容 灵的敬拜的内容 请说Amen 如果说圣灵啊 现在我要征战 圣灵给我的内容 是什么内容 征战的内容 得胜的内容 我说主啊 现在我好软弱 我需要被造就 所以圣灵给我的 方言内容是什么内容 造就的内容 哎呀 现在我好需要带祷 我不知道怎么悟性 祷告 圣灵请你替我带祷 所以圣灵给我的内容 是什么内容 造神的旨意 替我来祷告的内容 能不能说Amen 好了 所以我来讲 敬拜性的方言 是要什么样说法的 柔和的 还有 轻生的 还有 赴感情的 还有 深入的 来敬拜神 四篇二十二篇第三节说 神是圣洁的 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 你要圣灵来同在 要让我们生命改变 要神迹发生 你要先让圣灵先来 我们一起说 圣灵啊 欢迎你来 天父啊 欢迎你来 耶稣请你来 祂会来吗 如果这里有什么 祂就来了 有位置给祂坐 请问 上帝的位置 是用什么造的 答对了 不是用金座的 不是银座的 不是用铜座的 不是用木座的 是用赞美座的 大声说 上帝的赞美 是用赞美所建造的 来 上帝的宝座 是用赞美所建造的 所以当我们这里 有灵来赞美 灵来敬拜很多的时候 祂的宝座有没有在 在了 既然有宝座在 有位置给祂 所以祂一定来的 我觉得赞永基 牧师的教会 他总有一个椅子 在台上 他们的长老都坐台上 牧师也坐台上 可是有一个位置 是空的 有一天 有一个外国奖 人家不小心坐上去 全部都看着他 后来他下一位问人 那个椅子是什么 他说那个位置 是给圣灵坐的 你怎么跑去坐下去 原来他们教会 为什么能够成为 全世界最大的教会 因为他们有一个 知道 如果圣灵不在这个 主要里面 是枉然的 所以他们 白一个空语 你们不需要白了 用心灵很诚实 我来开始讲一个 真实我生命中的见证 这是我的信仰 这是我的believe 这是我的believe 也就是说 不管我个人来到神的面前 不认识我们的家庭的祭坛 来到神面前 我们的小组来到神面前 除了悟性的祷告 除了悟性的赞美 一定有一段时间 有灵的敬拜 请说灵的敬拜 唱灵歌的敬拜 你个人唱灵歌的敬拜 有一天 Good TV的老板 叫做曾国生 他的太太得到癌症 然后他跟我说 朱牧师 你有为这个癌症 病人祷告的恩赐 你能不能组织 一个祷告会 我说只有礼拜一的晚上 召集二三十个 爱我的牧师 我的太太来中间 你为我祷告 我说好 后来圣灵对我说 你们不需要 是圣灵感动 要我四十天 为他进食祷告 而且我要追求 更大的恩赐 就是癌症的更大的恩赐 当天我不能去 因为我要开 长职的聚会 在礼拜一晚上 所以我跟他说 能不能够 我六点钟就到会场 我来摆椅子 你们打开门 给我进去 于是我就到那个会场 那么一个人都没有 因为七点半才开始 我六点钟到了 就摆好椅子 因为我没有摆很多张 二十几张用圈 围圈的 这个都跪在地上的 那么我就只摆了 八张椅子 我就跪下来 我就开始敬拜 我说主啊 对不起 今天晚上 我没有办法 为那个姊妹祷告 但是我现在来敬拜 我用灵很深入地 来敬拜 来葬礼 一直从六点唱到六点半 我发现我的灵 已经非常非常的起来 已经发现主的宝座 设立在当中 突然间 这是真实的 我看到门口 有一个穿西装 蓝色西装 打黑色的领带 白衬衫 那个头呢 就梳了跟那个 于牧师差不多 一直往后 而且呢 蚂蚁都爬不上去的 然后穿了鞋子 也是黑的皮鞋 他突然间 来归在我的旁边 你知道吗 女生很喜欢坐在一起 我们男生啊 你坐在我旁边 我要坐开一格的 这就是男生了 那我说奇怪 这个人怎么那么 他巴掌椅子 他跑到我旁边来了 圣灵对我说一句话 他是耶稣 我说开玩笑 耶稣怎么穿西装呢 我这一生 耶稣跟我显现 起码五次 每一次都不同 我总而不记得第一次 就是我十五岁的时候 在山上祷告 主耶稣亲自跟我显现 就穿白色衣服的 后来圣灵对我说 如果他 这个用原来的样子 跟你显现 你早就吓得魂不护体 他穿西装 是为了你的缘故 我说哦 我就开始 什么叫叫叫叫 听得懂吗 就是装甲了 因为耶稣 我以为他来 我当然要大声祷告 给他听 圣灵说 他来不是要听你祷告 他是要对你讲话 所以朱牧师也是很gay 突然间我感受到 耶稣把他的手伸出来 他伸出他的左手 我就用我的右手 握着耶稣 你知道我们做牧师的 你不要问于牧师 我告诉你 牧师是非常委屈的 所有苦全部自己吞 所有成功过给耶稣 所有失败是我的 教会够钱的 哈利路亚感谢主 教会不够钱的 我要负责 你问朱师母 当教会建堂没钱的时候 我们要拿自己 所有私房间的奉献 把我们的金条拿出来 他的家房全部来融掉 我们打电话给弟兄姊妹 打给长老直视 他说牧师这是你的责任 所以我们真的很多的委屈 当然我们也犯了很多的罪 也做错了很多的事 我忽然间感受到 好像一个小婴孩 躲在妈妈的怀抱里面 好像所有的委屈 在那刹那间 完全的耶稣好像对我说 我了解 我了解 你的事情我了解 那个心是我记得 哦 我好像一个青色的 一个到处来的水池 到处来哭得像个小婴孩一样 抓住他的手 圣灵对我说 他不是来听你哭的 我要收声 然后我就 开始 我回想过来 我为什么要跪在这里祷告 我要得到更大的 医病的恩资 我当然不放过 我是耶稣 我要更大的 医治的能力 你可以给我吗 我看到耶稣站起来 我跪在这里 他站在我后面 然后用他的右手 按着我的右手 看到这个景象吗 我铺在那边 他爬过来 扶下来 用他的右手 按着我的右手 然后读 以赛亚书四十一篇 第十节给我听 我是你的神 你不要惊慌 我是你的主 你不要害怕 我要帮助你 我要支持你 我要用公义的右手 扶持你 哇 我明白了 原来他真是我的神 然后耶稣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 从此以后 当你为任何人打过的时候 不是你的手 是我的手 按着你的手 你按手 我负责一字 哇 我高兴到不得了啊 这就是我所求的 我与主同工啊 每次我按手 我就很笃定 这个人为一字 为什么 因为耶稣支持我 把我为谁按手 他就在我后面 来按着我 广东话 我没有问题 在这个时候 真的 有一个人跑进来的 叫张启明 是以灵书房的长老 他一进来 看那喇叭 上开 喇叭 我就睁个眼睛 看一看他 耶稣突然间不见了 我一看 当中六点四十分 耶稣六点二十分 跟我显现 跟我六点四十分 离开 足足二十分钟 与我肉身面对面的同在 要不要拍张吧 荣耀过一个耶稣 我告诉各位 从那天开始 我就后来就去了新加坡 在一个教会 讲到 讲完到以后 就开始有六百多人排队 要我移植 那么 差不多移了四个小时 他用一个房间 全部一排排 那么 就好像排队这样 我也坐了 没有办法四个小时 就一个一个来祷告 有一个师母来到我面前 他说 朱牧师 明天我要去开刀 因为我有子宫癌 医生说 第四期 割了也是死 不割也是死 所以我还是去割 牧师你们为我祷告 他是我第一个的测试品 我就按手在他身上 他手先放的 我按着他的手上 突然间我看到异象 看到耶稣就在我背后 用这个手按着我的手 我就看到圣灵 进到他的子宫里面 把那个肿瘤 挖出来丢掉 我好高兴 我对他说 师母啊 你的肿瘤 挖掉了 他说 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看见了 他说我怎么没看见 我没有办法回答他 他突然间问我一个 非常棘手的问题 牧师 明天 那既然都开完刀了 我明天还要再去开吗 你知道牧师最难回答这些问题 如果不去开 感谢主好了 荣耀归于神 如果死掉的话呢 责任诸牧师负责 被抓去坐牢的 因为我叫人不要去开刀 后来我说 你去吧 可是去以前 请医生帮你做一个 再一次的 那个叫超声波 超音波 如果没有 你就不用开了 如果有 你就开吧 只有这样子啊 做牧师就是这样子啊 我忘了 到了第二年 我又去那个教会 我去我教会 大概一年多去 一次到两次 那我就再去了 这个姊妹又来了 这个师母又来了 白了几个小时 她看到我 她说牧师 你认得我吗 我说我不认得 她说我就是那个师母啊 你说耶稣吗 我认得 我马上 后来怎么办呢 她就说了 当我去医院 那么医生已经把我推到手术房 准备开刀 我就很迫切地跟医生说 医生请你帮我再照一下 看有没有啊 医生说你神经病 你不信任我吗 我这里全部都是很清楚的CT scan 这里很清楚 所有的怎么开我 你准备好了 他说反正我出钱嘛 没关系啊 你就帮我开嘛 帮帮我去照一下嘛 去照一下嘛 那个医生就拿 那个流动的超向波 来跟她一check 一看 她说你是这个病人吗 还是她的双胞胎姐姐 她说不是 我就是那个病人 她说你发生什么事啊 你吃了什么药 她说都没有啊 她说你的肿瘤已经不见了 她说那牧师 医生我要开刀吗 你开什么啊 没肿瘤开什么 就把我赶出去了 那医生我还要来看你吗 看什么都没有了 那我怎么办呢 她说你全部好了 回家吧 那我说 师母你为什么今天要来排队 我排队来谢谢你啊 要不要拍张吧 荣耀归给耶稣去 昨天晚上我讲那个见证 从哈尔滨来的那个肿瘤完全的消失 诸师母做的见证 那个上个礼拜 那个脑瘤的完全消失 你们都看到吗 我再一次告诉各位 绝对不是主牧师 是耶稣 再一次派一张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 是他受的鞭伤 使他们得一致 但是为什么透过我呢 因为我用方言来敬拜他 各位你要不要耶稣与你同在 要不要耶稣握住你的手 要不要耶稣亲自来应许你 要不要耶稣每一次的为人祷告 耶稣在你后边 我给你秘诀 用灵来敬拜他 因为昨天我说过 你的信心把耶稣的能力吸出来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你方言的敬拜 吸引耶稣来 像那个花开了 很像那个蝴蝶 那个蜜蜂 就会过去 你要像盛开的花朵 用方言来吸引耶稣来 安耐与你同在 先说阿们 所以等一下我要带大家来唱 您歌可以吗 要用心来唱啊 好了第二个是征战 请说征战 OK一起说 征战 夸圣性的方言 怎么样呢 大声迫切 流量 旨在靠着圣灵 冲破黑暗的势力 败坏魔鬼的作为 再次被圣灵充满 得着大能力 这个是每个人要操练的 请说大声方言祷告 我们就讲这个保罗和希腊好不好 保罗希腊现在在哪里被关起来 监狱里面 两只木狗绑住 脚绑住 手绑住 完全不能自由 然而他到半夜 为什么到半夜 因为被打过半死 都没气了 怎么赞美 到了半夜 稍微回神一下了 所以他开始到半夜 唱思赞美神 还有祷告 请一起说 祷告唱思赞美神 预备请 你知道吗 保罗是用方言祷告 比悟性的祷告还多的 他说我说方言 比你们哥林多人加起来还多 所以我相信 保罗在这个监狱里面 除了悟性的赞美 也有这个方言的祷告 因为他现在心里面 服不服不服 因为他是罗马人 没有经过这个审问 就把他绑起来 就打个半死 这是不合罗马人的规定 所以他里面非常火 所以第二天把他放出去 他不要去 还记得吗 所以他里面充满了那种的不满 所以我想他一定是很大声的 什么祷告 征战祷告 请问祷告完以后发生什么事情 地大震动 还有他身上所有的锁链 还有那个木狗 完全脱落 断掉 还有所有囚犯的锁链都断开 所有尖门大开 后来的故事我不讲了 时间没有了 我只告诉你一件事情 什么是 征战的祷告 断开你身上的锁链 请跟我说 征战的祷告 断开身上的锁链 能不能说阿们 好了 我们来操练一下 第一个叫什么 敬拜 带来神的同在 神对你说话 对吗 第二个 征战 把所有的锁链 断开 第三 是什么呢 造就 请说造就 一起读 造就性的方言 绵延不绝 从单调的舌音 转变成为一句一句的说方言 使属灵的生命被什么 建造起来 下一页 说方言的是什么 自己 造就自己 那我们坦白说 我们生命中 有没有一些的破口 有没有一些的软弱 有的 每个人都会有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堵住那个破口 怎么样来克服我们的坏习惯呢 方言祷告 但不是征战 也不是敬拜 是什么呢 是说方言 英文叫 speak in tongue to edify yourself 请告诉我 一句一句 你怎么说英文呢 I am a boy You are a girl We are gathered together to serve worship God 那是一句一句一句 征战是很快的 我发现了 于牧师的讲话频率比我还快一倍 我已经够快了 可是于牧师比我更快 感谢主 所以你们听20分钟道 等于听了40分钟 你们听了半个小时 等于听了一个小时 所以我们呢 这一个呢 征战祷告是快的 那个敬拜 是深入有感情的 照就是一句一句的 请说一句一句的 来 看我不要看它 一句一句的 请说 一句一句的 什么叫一句一句呢 kula ba sika la ba hukulia la ba sina la ba kula ba sia la ba 是一句一句的 请说一句一句 所以我们要把方言操练得很 滚瓜烂熟 这是我们的武器 请说武器 很重要的 你要在什么场合 要用什么武器来打 才能够 我们叫做不是乱枪打鸟 是真的每一枪都打中目标 最后是什么呢 我们看最后一个 第四个 就是代导性的方言 就是圣灵借着方言 我们说的方言 按着神的旨意 为众圣徒祈求 所不知道的事 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 我们看下一页 一起来读 预备 请 况且我们软弱的时候 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 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原文八章二十六节 说不出来的叹息 原文就指不清楚的语句 不清楚的语句 就是指什么呢 方言 所以我们整句说 只是圣灵亲自用我们的方言 来替我们造神的旨意 来祷告 我们再看下一页 应该有二十七节 OK 没有了 二十七节说 这个圣灵 一起跟我说 圣灵造神的旨意 替我们祷告 好 我讲完这个见证 再两分钟我们就结束 先为各位祝福祷告以后呢 有需要的来前面 没需要的可以回家 Amen 我的儿子曾经来这里 有三个月 叫David 各位有见过他吗 还记得他吗 有一次他车祸 三分之一的肝碎掉了 他自己也没有做见证 但是有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情 三分之一的肝碎掉 医生开红单子 他的命在淡几 不能开刀 也不能止血 他只能在这里开一个 这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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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一个这个 做护士应该知道 就是一个输血的那个机器 然后放在这里呢 然后呢 输血如果输得快 留得慢 他就有的救 如果输血慢 留得快 他还是死 所以那个时候 坦白说 在短短的几个小时 我们就有350人 来到急诊室为了祷告 那个护理长跟我说 拜托你 朱牧师 能不能够不要再有人来 我们太快要变成菜市场 后来我就不准人来了 打电话不准人再来 我根本没有通知人 他们就来了 因为他们爱牧师 也爱我的儿子 这个时候 我懂圣经 我躲到后面去 公园南 就是那个医院的旁边 我举起圣经的时候 我说 圣灵啊 我已经所有悟性祷告 都已经用完了 我的儿子还是没办法 因为每15分钟 两只血 血压一直低 表示血一直出来 血一直出来 流得差不多 就是流血过多而死 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说圣灵 请你照神的旨意 替我儿子的病祷告 我举起圣经的时候 一直祷告 不管他那个是医院 不管有人走来走去 圣灵啊 你用我的方言 造神的旨意 为我儿子祷告 我祷告一段时间以后 我出来 那个护士跑过来 朱先生 好消息 我说什么好消息 他的血压 没有再掉了 停在一个地方 我说代表什么 代表 你儿子没有再出血了 我说能够给我一个 满意的答案吗 因为当时来的 全部是医院的大头 因为我已经非常出名了 那个医院 我常去服侍他们 里面的很多医生 都是我老朋友 于是他们立刻就插队 推进去 CCT scan 出来 各位有没有吃个猪肝 原来猪肝外面 有一个薄膜 它的血已经流到 不可以再流了 把整个肝 已经长得大一大 刚好那个薄膜呢 把它压住 就是那个叫张力 反而那个张力 大的时候呢 压住那个出口 不再出血了 听得懂我意思吗 可是医生跟我说 朱牧师 是我很好朋友 你不要太高兴 他放一个P 就爆开 一爆开流血不止 还是死的 不是暂时不出血 如果那个膜 破掉的话 所以他不能咳嗽 不能够大声讲话 也不能够用力上厕所 也不能够放屁 咱们都不可以 也更不能咳嗽 我说这样压力太大了 我说要多久啊 三年 他的肝 那个血 才会自动吸收 我说三年太痛苦了吧 要怎么办 他说起码半年 不要准他下床 全部平护在床上 起码让部分的血吸了 让那个呢 不会有立即爆开的危险 于是我跟儿子说 拜托你 不要咳嗽 不要 不要什么 他说爸这个控制不了 真的是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开始好爱方言祷告 因为圣灵啊 请你造神的旨意 为我的儿子 让他不要放什么东西啊 各位听得懂吗 这是我的儿子本身不懂的 我才懂啊 我太太也不太懂啊 感谢主 他两个礼拜就起床了 为什么 行毕业典礼 所以他就去了 然后呢 回来 他还骑摩托车了 我说拜托你啊 不要骑车 因为他根本 年轻人不管这一套 后来去当兵了 当兵的时候 抽了什么呢 要跳伞啊 你如果掉下来的 如果吃到那个树枝的话 就拜拜啊 我们写信啊 找很多的朋友 因为我算在台湾非常有地位 写信给到三军总司令啊 他说没办法 这个军队抽了什么就是什么 我说可以不当吗 他说不当就去坐牢吧 所以我跟我儿子说 没办法了 你只有方言祷告 求圣灵保守你 感谢主 抽了五次 都没死 现在还去了 把生命献给主 要不要派这么荣耀 归于耶稣 原来 什么叫方言祷告 第四种 就是当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祷告 根本没办法的时 什么也改善都吸不出了的时候 就是你要用方言 求圣灵造神的旨意 替我们来祷告 我们再温习一下 现在懂得怎么放音祷告了吗 重要不重要 但我们用灵来敬拜 可以让上帝来到我们当中 而且让他不要离开 因为这里有灵的敬拜 有他的宝座 他要不要离开 我天天住在临床的家 我也不离开 有的吃 有的睡 什么都有 还有狗玩 这个地方很欢迎我的 这个对我很好 我怎么要离开 所以你们要学会灵的敬拜 还有学会征战 让你身上的锁链 全部的脱落 不是靠我们自己 靠我们自己 绝对没办法的 第三 我们学会一句句的方言 来塑造我们的生命 最后我们要学会 请圣灵替我们带导 那么说Amen 请我们站起来 我们请敬拜团 我们来唱这个奇遇恩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